今天是农历二月初六 走过寒冬 我们都盼着天气赶快暖和起来 但有的时候 一场雨雪 又让人觉得好像回到了冬天 在我们的语言中 还有一个专门的词来描述这种情况 叫做倒春寒 和冬天的寒冷不一样 倒春寒更容易让人感受到 因为此时和前几天的暖和对比 人们的感受会更明显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首梅摇晨的春寒 春寒送梅摇晨 春昼自阴阴 云绒薄更深 别寒方脸赤 花冷不开心 鸭树青莲洞 衣衣衫遍雨林 未尝孤颈雾 多病不能寻 寒冷是一种主观感受 如何来描述呢 既不能像天气预报一样 直接说今天的温度是多少 也不能粗暴地说 就是冷冷到没法形容了 这样的语言至少不会出现在诗歌里 我们来看看诗人是怎么写的 春昼自阴阴 云绒薄更深 这两句是直接写天气 春天本来应该是晴朗而和暖的 然而早上起来一看 今天又是一个阴天 而且天空中笼罩着一层乌云 这就显得更冷了 蝶寒方脸赤 花冷 不开心 这两句写了两个有代表性的物 一个是蝴蝶 一个是花 因为天寒 所以蝴蝶收起了翅膀 不再飞舞 花儿也因为寒冷而没法舒展 这里的开心 不是现代汉语里表示高兴的那个形容词 而是一个动词短语 这两句写得很生动 而且能让人看出 这是春天降温后的变化 如果是写冬天的寒冷 首先是没有花和蝴蝶 其次一定不会用脸和开这样的动词 因为这两个词 是表示暂时无法舒展 写冬天 就会像岑身那样说 风彻红旗 动不翻 不仅冷 而且是持续的冷 纪云也就是纪小兰 读到这首诗的时候 她说 蝶寒方恋赤 花冷不开心 这两句 脱意深微 妙无痕迹 真诗人之笔 诗人之笔 写出的是诗意 就是梅瑶尘自己说的那样 一心而与公 我们在读温亭云的《商山早行》时 详细地解释过 什么是一心而与公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两句 再一次写到了天气 诗歌的第一句和第二句 写的是天和云 这两句写的则是风和雨 亚就是鸭 清连指的是九旗 俗称九幌子 挂在树上的九旗 为什么会动呢 因为有风刮过来 远处的山边 飘着一片云 风吹云过 片刻之间 送来了一阵雨 风雨交加 更加寒冷 最后两句 未尝孤颈物 多病不能寻 写的是人 前面的景都是在铺垫 最后两句 需要用情来结束 这两句说的是 从来不想辜负大好春光 然而现在 因为身体欠佳 所以不能出去体会春天的美好了 据前人考证 这首春寒 坐于庆历六年 庆历是北宋宋仁宗的一个年号 宋仁宗赵真 一共使用过九个年号 庆历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即使是不熟悉北宋历史的人 也会因为读过 范中烟写的岳阳楼记 而知道庆历这个年号 我们都记得 这篇文章的第一句就是 庆历四年春 唐子经浙首八林郡 庆历这个年号之所以有名 并不是因为它持续的时间长 而是因为 其间发生了很多大事 其中最有名的是庆历新政 这是由范中烟等人 主导的一场改革 目的是为了帮助北宋政权 整顿励志 富国强兵 这是当时包括梅瑶辰在内的 很多人期待的目标 但是庆历新政 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后 就被废除了 参与改革的范中烟 韩琪 富弼 欧阳修等人都被贬 他们中的很多人 都是梅瑶辰的朋友 尤其是欧阳修 他和梅瑶辰的友谊 持续了一生 如果仅仅只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个人也许还能营造一个 让自己能暂时安定的小环境 比如欧阳修 在这次被贬除舟后 还能写出醉翁亭记 梅瑶辰则不同 除了社会环境 带来的失落和苦闷外 他的个人生活 也遭受了大的变故 先是与他相伴 17年的妻子去世 接着 他的一个儿子也夭折了 这样的不幸 对梅瑶辰打击很大 如果我们读他的诗歌集 会发现 这个阶段 他有不少作品 是在哀悼自己的亲人 所以 这首诗里 当我们读到 未尝孤警物 多病不能寻食 会对诗人 多一份理解和同情 梅瑶辰 请欧阳修 为自己的妻子 撰写了穆志明 今天 如果我们翻阅 欧阳修的文集 还能找到这篇叫 南洋县君 谢氏 穆志明的文章 十多年后 欧阳修又为梅瑶辰 写了穆志明 他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梅瑶辰生病后 前去探望的人特别多 把附近的路都堵上了 周围做买卖的人 不得不停业 大家纷纷议论 这里到底住着什么大人物 怎么引来这么多人 事实上 梅瑶辰居住的地方 是汴京城东边一处 很普通的住宅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居城东于 地匹以车马少 所以 人们有这样的疑问 也很正常 他去世后 前来吊唸的人更多 欧阳修用这样一句话 来描述当时的情形 自丞相以下 皆由以父 续其家 父 特指送人财物 办理丧事 这里说的是 在梅瑶辰故去后 很多人赠送财物 周记他的家人 去世的那一年 梅瑶辰 59岁 我们今天读宋朝的诗歌 会感受出 他们与唐朝诗歌的不同 诗诗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离不开一代 又一代诗人的探索 梅瑶辰是其中 非常重要的一位 甚至有人 称他为 诗诗之祖 家幼五年 大家去汴京成东 送别的是一位 文坛前辈 这与他的官阶无关 更与他是否中过禁事 无关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 梅瑶辰的生平 以及他对诵诗的贡献 可以参考 朱东润先生所写的 梅瑶辰传 春天到夏天 不是一步完成的 气温会有起落 天气会有阴晴 但从春走到夏的趋势 是不会变的 自然界的规律如此 人生又何尝不是呢 暂时的降温 不应该动摇 我们对未来的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